嗨 我是Eric 我是Judy 今天我又来麻烦这个Judy 就是想要问一下一些关于这个Introducing Broker 就是IB IB是什么东西 IB简单来讲就是 它使用这个平台 然后可能它有提供技术 可能提供服务 然后它底下是有带客户来的 它带客户 带客户给这个平台 每个人交易一定要有一个平台 是 所以我介绍给你 就很像英文字 Introducing 这个IB 如果我想要做一个IB 我带客户给你的话 是不是也有我的好处呢 Commission 就是一定会有 那么这个Commission 就是我可以赚取Commission 不过我发现 就是我看到很多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IB 不过他们好像都没有做事情的 就是你想交易 好啦在我这里开个账户 不然的话就是没有 没有去找 找顾客 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 当我问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因为我没有任何支援 那么今天如果我要申请这个IB 你会怎么帮我呢 其实如果以平台 以Broker来说 我觉得当IB 不难 但是你要做好IB 能够真正赚到Commission 是另外一回事情 OK 就是像刚刚Erik 讲的就是 你有没有基础很重要 OK 而且你有没有一个System 就是去 所以你的整个所有的组织 怎么去 让这些人带客户进来 你有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给他们其实很重要 OK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的IB 你旗下的IB 会帮你找客户吗 大部分都会 那么 可是这些IB 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们的吗 如果我要申请IB 今天 要申请IB 就要先看 他想要什么咯 比如说他缺什么 他可能希望 他从这个平台得到什么 有没有什么未来的计划等等 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就像刚刚讲 IB 大IB不困难 都已经要这样做好 那真的是对客户有帮助的 I see OK 这样的话我了解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IB 就是好像个无头餐 对对对 其实很多IB 但是你会发现 真正有为何 有做得好的IB 其实很少 就像你一样 他做得非常好 谢谢你 OK 好吧 要做IB的 找Judy吧 OK 拜拜